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拐弯啊 怎么个情况呢 我们来大概说一下 对吧 这有一个障碍物啊 然后呢 我们的人物在这儿 如果说你要往这个点寻路呢 他就直接走过去了 其实也不是寻路啊 就是走路 如果呢 他在这个点寻路的话 他就会一头撞在这个建筑物上面 其实这种情况呢 很容易啊 就是说明咱们掉的那个call呢 是一个走路call 不是寻路call啊 但是我为什么按照寻路call去讲呢 因为他在有的符是寻路call 有的符呢 是走路call啊 比如说俄美 日韩等等啊 有的符呢 是它是什么 它是绕过去的啊 绕过弯 然后走过去的 那是寻路 那这种情况怎么个原因呢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就是说他通过某次的更新 比如说 第六层这个是寻路call 而里层的这个呢 这个不是寻路call 本身这个寻路的算法 比如说放在这个寻路call的内部了 但是他经过某一次更新 把寻路算法 哎 放在这个位置了 是不是就这个call就实现不了寻路了 而再往外反映成了这个call就可以实现寻路了 就这样一个道理啊 就是说他在某一次更新的时候呢 把寻路的算法从里层往外层搬了一下 所以说导致呢 什么情况产生呢 就是有的符调那个里层的那个寻路是可以的 有的符调那个里层是不可以的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那个道理 那这种情况呢 出于相对来说比较通用一点的 那咱们就调外面的这个 外层 因为我们知道寻路就这两层 是吧 我们调外层 调这个call 这个call呢 大家可能有的同学还说 哎 怎么分析 其实一样啊 多么简单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嗯 这几天其实尽力的在录课啊 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找找数据录课的时候 电脑就蓝屏了 连了好多天了 没办法 你看 现在就是99度 看见没有 嗯 很容易把我这个 这是将近4万的宙斯盾啊 给烧出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啊 继续去找一下这个 在这下个段 我们去寻入看一眼 应该是 我的电脑应该是这个生润 某个地方接触不良 或者怎么样 这边等 等 人家不来修呢 现在电脑是新的电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参数 rcx 我们先给它复制出来啊 rcx rdx 然后呢 r8 r9 r9 我们给它手动清零 符合我们的暴力行为 是吧 什么事没有啊 比如说 r8 r9 等于0 大家可能说 你怎么这么狠 上来就敢清零 那我是提前看了一眼啊 我在这个上面看了一眼 没有r9的负值 看到没有 在这看了一眼 没有r9的负值 而r8的话呢 刚才就是0 所以r8 r9等于0 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呢 继续在这看 那主要就是分析一下 什么rcx跟rdx了 rcx跟rdx 分析之前呢 我们肯定要去看一看它是否 和这个人物对象有有关 对吧 这肯定的呀 掉上旋路这种东西 或者是正常一些call的话 我们一定要看跟对象是否相关 相关的东西 我们不用胡乱再往上追了呀 这是人物的 啥玩儿 先不管啊 先来看一下 1b0a3cebf 我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跟它相近的值 好像没有 嗯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不对 4483 45几几啊 45几几 相差有点大 跟我们也没什么关联 117几 不对啊 我们刚才下端的位置是在哪 我们下端是不是在这儿随意点的呀 我试一下啊 忘了 上来就胡乱点了一下 就先让它断下而已 再来看一下啊 rcx rcx这次不一样了 是这么个玩意 rdx 不是 我们刚才看 看错了啊 这是我们的rcx 写一下 rcx 这是rdx r829的话是0 也就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两个参数需要分析就完事了 rcx64这个carn不需要我们去考虑对战平衡的问题 对不对 rc 不需要我们去考虑对战平衡的问题 只要分析这两个参数 首先我们看这两个参数跟人物的对象是否相关 来看一下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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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call很多的 无论32位还是64位 rcx xx是吧 都是传人物的对象 对吧很多一些数据 你是什么他是不是倒不重要 我们只是想什么他要试的话 我们不要去浪费精力再往上追 你可能再往上追追个10分钟浪费 那事干嘛直接看到了不就搞定了 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 往上面追没问题 我说是告诉你们 大部分的情况可以节省体力的 好2829等于0 rcx等于人物对象2 加上104然后call地址是 只给的那我们 只要分析RDX在此时此刻呢 其实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的参数现在体现出来了吗 并没有体现出来2829 没给你体现出来任何的参数 这是人物对象他只是代表 人物要进行巡录而已 对吧这地址也没有提供 所以说你所有的其他参数 都应该在RDX里面包括什么 这个这个出发点坐标 目的地坐标什么什么 地图相关的一些东西都应该在里面 对不对所以说RDX 必须是一个什么结构体 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呀 必须是结构体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把结构体给他复制出来 好 Ctrl加G RDX 这里面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复杂 复制一段吧 复制到100 我觉得差不多100多 然后呢 把放开 100多 然后放开 100多放开之后呢 我们要来两次进行对比 对吧 要知道哪哪个东西是变化的 哪个东西不是变化的 就好了 然后呢把参数找到填进去 就完事是吧 下段 旋路 好 在这里面呢继续Ctrl加G RDX 然后呢把它复制到100 就差不多够用了啊 100 当然下面全是0看到没有 一直到快200全是0 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到230 看到没 下面都是对战的返回到了啊 甚至这点地方估计也没有什么用 这应该是其他的局部变量吧 不一定 但是我们只能说什么这种情况 只能尝试对不对 如果不行啊 我们就怎么样 再给它加大啊 行的话呢那就行了 比对一下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49 包括这个伏点数都是一样的 这都是一样的 这都是一样的 可能根本就没有用啊 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结构 对吧 这都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在80跟 78到80的这个位置上面发现了78到7c啊 7 不是 配 这这个是78 这是7c 这是80 也就是什么7c到80的这个位置 它会有一定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它标注出来 啊 7c 80的位置 有变化 有有这个是有一个变化的啊 然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去考虑一下 这个地方很明显 这个地方很明显大家能能看出来吗 一个伏点数啊 两个伏点数 三个伏点数 四个伏点数 然后五个伏点数 c开头嘛 对吧 四开头 你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 目的 出发坐标 出发 坐标和目的地坐标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参数 其他的位置是不是全都是一样的 啊 其他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啊 其实呢这个地方呢下面的这么多指呢 你想不想填 随意啊 得自己实验啊 自己去写个结构 不写这些东西的话 看能不能许录成功 啊 如果只写上面这一段可以许录成功的话呢 其实需要填的东西非常少 这是一个头部的一个值啊 然后呢 目的地坐标出发坐标 然后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个值发生变化 但是你填一个固定的值 看看有没有问题 啊 其他是不是就什么也没有了 啊 其他是不是就什么也没有了 实际情况下 我自己其实已经测试过了啊 实际情况下 这些东西呢 直接填填固定的 只要把出发点跟目的地坐标点 变换一下就可以了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啊 大家可能说有的同学说 我去尝试去改一下 手动去改一下 可以啊 改一下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吧 不知道啊 我们来试一试 让这个 让这个 我其实我也希望他他崩了 我的电脑现在卡了 哈哈哈 RTX 嗯 这个地方我们随便给他复制回来 刚开上一个字啊 给他复制回来上一个字 看看会不会有问题呢 修改给他复制啊 贴过来 然后把站点放开 看他会不会崩啊 他没崩 对吧 他没崩 哎 弹那个栏跟咱没有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吧 再试一下啊 刚才弹了一个很大的栏 我们现在在这个柱子 往这个地方跑 待会就知道 是否移动成功了 RTX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唯一 我们觉得是变动的指 好 你的复制啊 改成 之前旋路的一个指 看看是否能移动成功呢 还是移动移动成功了 对吧 移动成功了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基本上呢我们说后面的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用啊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 那你就把结构体写的大一点 多几句代码 把这些东西都写进去 但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目的地 你出发点跟这个目的地啊 自己去看一下 嗯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大家如果说 你面对有的情况 是撞墙的情况 你可以尝试这个柱子 是吧 嗯 其实跟你好像比里程 那个还要简单 啊 看看是否能够 执行成功 不能说是看是否 是肯定会执行成功啊 然后如果这个位置 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适当找我 嗯 这些柱子内容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